周恩人回国了 就是那个小时候 哭着说要取上小豆冰 他变成大学老哥了 别闹了 我还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吗 要是你自己去见国 还要去不知不知 不知见分会了 不路死你都不知道 你又记剧心 今天刚过来 我可是在见分会里不得人 新年 乖 早知道今天夏天会见到不路 我一定从去年就开始见分 也不至于买屋都找不出一件显瘦的衣服 换上这个试试看 哇果然好显瘦 这我都没藏钱了 你好快挑啊 也不算是我挑的 这是我用点桃APP买的 上面有超多专业圈发达人 分享夏日显瘦技巧 我找了和我体型相似的达人 跟着他选的 刚好咱俩身材差不多 果然没踩雷 这件我要了 多少钱我找玉米 不用了 这件裙子超便宜的 只要五十九 就当送给你见到我像的礼物 太牛了吧 你又要赶紧下一个 这样 和布鲁斯见面的每次穿的 都不要愁 行行吧你 嗯 布鲁斯 你不认识我 怎么可能不认识 你现在可是娱乐圈的族星啊 没想到超专业的还好看 你怎么找我名字啊 这里写着吗 你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如果你有维持我 你不认识我 请我吃饭的 作为工作人员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怎么还随身带着糖 我小时候有个离聚小男孩 体弱多冰的 总是低血糖 我跟他一起玩 拍来晕倒 就老是随时其他糖 习惯了 我吃饱了 你食量倒是很小 怪不得这么瘦 没有啊 我是天生就比较瘦 是吗 我怎么记得 你小时候 一顿凝吃四五 食量小 继续吃 但欣妍 你真的不记得了 陈北胡同 你是终于然 我 真的吓死我了 你瘦了很多 啊 我 我明白了 叫我很不错嘛 哈哈 你就说了 看样子 还是已经那个小胖妞了 哎 你怎么帅呢 快吃 吃完跟我去个地方 不去的话 我就把今天的视频换光 我 你 你果然还有小时候一样 我滚 你帮我来这干嘛 不会因为我在这里欺负你 你想解决掉我吧 大明星不至于这样斤斤计较吧 如果我偏向计较你 而是你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秋天长 别打我 啊 不打你 嗯 让你心里想说的成功 你心里见了 再来回 我 你不认识 我只说这种 我会是你 我会在想吃 我只是为我 在画面 今晚不会公为 从上到下 此外 你直到开放